現在我們來開始介紹切片及如何使用 我們這台機器有做安全裝置 紅色按鈕按下去 代表停止 這個要彈開代表安全裝置取消 按一下power鍵機器就會動了 那關 關閉的時候呢我們是按一下 紅色按鈕 然後這個是輔助棒 尖細的位置是調整這個地方 數字越大代表說可以切得越厚數字越小代表可以切得越薄 水果越硬就有辦法切得比較薄水果比較軟只能切比較厚 像這個殼度就大概 是 5至6就平行 平行線的位置即可那我們現在 示範檸檬如何切 如何放 去頭去尾因為檸檬是橢圓形的 所以必須去頭去尾像柳丁 葡萄柚 蘋果那些就比較不需要 那我們放的時候要靠左放因為力學的關係 往左邊放 好那我們現在來試一個比較厚的 影片 片 他切起來的樣子就會像這樣子 比較厚一點 那我們現在開始示範 怎麼切比較薄 水果 一樣水果往左放 那我們 間隙的位置就調整這邊 退到3 的差不多目測是3 即可 他切起來就會比較 薄一點點 那一樣 水果就是放 這個一樣靠左 放著 然後一樣啟動 那是不是就比較薄 跟這個比起來就會有明顯的差 那我們現在開始示範 切6顆速度可以多快 這樣子按停 就是他的速度非常快 其實他的速度非常快 切出來平均 都平均的厚 唯有大小不一 就可以了 對 可以 說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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所以 說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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